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稳健收敛下降 6月5号蓝一轮数是729例 是5月2号以来首次跌破1000例以下 基隆市长林又昌在6月5号记者会中宣布 基隆市确诊数是4月30号以来的新低 从5月2号以来首次跌破1000例以下 6月5号是729例 全国确诊数第5低 本岛第2低 基隆市走过高峰之后持续让疫情稳定收敛 今天是我们基隆市确诊案例 首次跌破1000例 那是全国确诊数第5低 那是本岛第2低 今天我们基隆确诊数是729例 比昨天减少295例 那这是从4月30日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我想我们基隆的疫情因为走在全国之先 所以我们从5月18号以来呢 我们经过了18天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确诊数 仅仅只有高峰的时期 2530例的28.8% 所以我想就是走过这个高峰之后呢 我们持续的让疫情能够稳定 持续的一个收敛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呢 未来其实也会发生在中部跟南部 我想整个的一个疫情 基本上它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走势 那所以我想我们首次 这个跌破千例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趋势 让它逐渐的和缓 然后最后呢达到整个疫情能够结束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虽然激动疫情稳定收敛 不过林又昌也强调 从6月10号到6月19号之间 举办的城市博览会 因应民众和游客来参观 市政府一定会做好防疫作为 让民众安全参展城博会 由于我们的一个确诊数 大概是我们全市人口的 已经超过16% 那我们的疫苗的一个施打率 也是在全国打得很好 我们第三季也超过了66% 所以整个社会的全体免疫率 大概有达到83% 所以这代表我们社会有一定的一个全体 这个免疫的一个能力 不过相关的一个防疫的作为 还是必须要做好 也就是我们要求在城博会期间 所有人都必须要戴好口罩 那依照中央的防疫指挥中心的规定 另外我们在所有市内的展馆的一个路口 全部都会布设这个 这个喷雾机 也就是防菌的这个喷雾机 来确保这个进入我们的场所 是这个平安的 是这个安全的 所以我们会做好一切防疫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也希望大家依照着我们的来指引 安全的来进行参展 在这里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基隆市议会国民党议员就提案了 鉴请基隆市政府研发发放染疫民众未问金 却引起了民进党还有时代力量议员不同的看法 双方唇枪舌战各持己见 不过因为属于建议案没有强制性 最后还是通过了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基隆市议会国民党议员提案 鉴请基隆市政府研议发放染疫未问金 却引起民进党籍时代力量议员不同的看法 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 我为了这一笔的一个补偿金 我可以的去做染疫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不能排除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政策提出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基隆市议会 不应该沦为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背书的他的政策背书的一个单位 大家可以知道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提出 前一阵子在五月多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看板 小爱爸爸 针对于基隆市的染疫者 或者是亡顾者 争取所谓的一万块的 这样的一个补偿津贴 那所以我今天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 我觉得很调诡 是为什么国民党团要为了 这个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的一个荒谬的一个政策 来做背书 那我们的议会 为什么要做为了这件事情来做背书 能够做在议事厅里面 大部分头脑都非常清楚 提案人只是建请市政府 我没有说叫市政府一定要这么做 那市政府你们自己去研议可不可行 对不对 我们没有强制说市政府一定要这么做 我只是要建请市政府研议 但是拜托以后不要再讲这么一句话 为了要领这个保险金也好 为了要领这个卫文金也好去染疫 他是拿生命做赌注 这很可怕的 所以在这边 我是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互相尊重 但是真的不要把人性想得这么恶 我自己是一个染疫者 确诊者 我知道了 那个的痛苦 虽然我是轻症 非常轻的 可是我看到我的亲人很痛苦过 真的就是快要死亡的 那接近死亡的 39度多 烧了三天多 你想想看多可怕 那是真的要接近死亡了 所以不会有人为了领这个钱 然后去确诊 你为什么会对 基督比我们英国嘛 所以你才能染疫啊 我们要太多了还是这样呢 因为你生活上 没求情我们这么 我们在座这么多的人 战战兢兢你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染疫 结果拿全民八成的费花钱 所缺的税金 来让他没消息 刚好没消息 就去染疫的人 让他们 让他们卫文账 让他们站在那边 不同的立场 大多数的人是无人意的 所以你来买 这就是全国 统议 为全国来保证 这样不得比 不要因为说这样子是把 这个疫情 把它政治化 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说 市政府能去 深刻的去把它研议 把这些事情 把它讲清楚 能够 以后如果说有发放 卫文君这件事情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机制 增列染疫者 跟阴染疫死亡 未问金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说 有一些候选人 有提到说 每个染疫者 一万元的染疫金 跟每个死亡者的 那个未问金 是三十万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 以前在五万八千多人 其实算出来的话 就是已经是五十八亿了 那死亡的未问金的话 如果真的要照这样发的话 它就会是三千万 所以等于是说 以这么大的数 大家知道五十八亿是多少吗 是我们现在的预算 刚刚我们审完的 这个追加减预算 总共现在金融市的总预算 已经来到两百二十亿 五十八亿的预算 就直接占了四分之一的 金融市政府的经费 总预算 所以如果我是金融市长的话 我不会觉得这样的政策是可行的 因为老实讲这只是一个最后最后的协助 不过因为属于建议案没有强制性 最后金融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 庄龙亲还是财事通过 鉴请市政府研议评估办理 不是因为指挥中心做得很好 台湾的防疫才好 是因为民众的自主管理 把口罩戴好戴满 我想没有一个人想去染疫 尤其是经济比较弱势的 他要去工作 他不小心染疫 同仁有接到民众的这样子的信息 所以才提案请市政府来研议办理 所以我们这个是议员的一般提案 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 就请市政府好好来研议办理 那如果在年底审查议算 真正有编列相关的议算 你们再提出来嘛 不管是赞成的或是反对的 有意见再提出来嘛 好不好 那我们就本案通过 而事后国民党基督市长参选人 谢国良方面质疑 市议员陈伟仲把染疫未问金总金额算错 5.8亿元算成58亿元 没有改口相当遗憾 之后市议员陈伟仲也发布新闻稿表示 自己数学不好算错是事实 也对此道歉和刊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立委蔡市议及市议员张浩瀚 前往北都大饭店 购买北都酒公格便当 北都赠 推销金融在地美食 以实际行动来振兴基隆餐饮 北都大饭店 赞 都是会有不一样的菜色 对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普遍日式的买饭 就是当面试出的 然后我们一些招牌的动物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来到北都饭店来支持 我们北都饭店提供的中午外在便当 那北都饭店在我们基隆市老四号的餐饮也是有饭店的部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许多社团的聚会没有在办法举办 那所以我想北都饭店今天推出这样的餐 那我还有我们浩瀚艺人也特别来到这边给他们最大的支持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现在呢 我们的消费者一般都比较避免说到餐厅来没有 那餐厅在这边呢 也近期也推出了一些外带的超餐优惠 那适应着我们端午家节的来临 我们今年的饭店呢 也首推了这个种植的研发 那造成我们民众呢 非常大的一个回购率 那也有推出我们餐厅的一些招牌的菜色的部分 像我们的北都招牌土机 还有我们的最原体最系列的商品 那近期呢 也推出了非常精致的酒公的餐盒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 如果有需求的话 可以来购买他们的外带餐 其实还蛮好吃的 刚刚特别看了一下香喷喷 然后非常的吸引人 那我相信 那尤其是他最近推的一些餐饮点 餐点的部分也都还蛮有特色 欢迎大家一起来 尖快塞品肠胀 尖快塞品肌肉 我5月初确诊的时候还要插蛮进去的 那我判斤那张鼻孔弄两圈就可以了 刚开始我记得那个卫教所 比如说鼻孔弄两圈会不准 说那个会乱动一次 所以要插进去一点才可以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插鼻孔测试完之后 常常会有人鼻子不舒服的情形 那我相信如果是照刚才通常这种做法的话 先对我们 不论是我们工作人员或者阅语来讲 需要的时候他就不会有心理的负担跟压力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我们科技业的逐渐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看来社会主委也提到 而我们也有一个制度就是希望有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能够时长的或者定期的去量测是否有感染 这样的二病房的病毒 那所以它是一个消耗品 几乎已经快跟三餐差不多都会需要有得到的 那这状况之下 市政府即便有中央的补助 市政府之前有过完 但说实话仍然会不够 它的不够的需求是非常差额是很多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红酒协会 在前两个理智坊 前两个理智坊 在今天跟我聊的时候跟我说 我们接了我们的需求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我们厨长 我学长问他说还缺什么 他马上跟我说 那还说我们问就是社会机构 换一下机构 快三四季 有会听我就马上跟你讲说 我们很缺要拜托一下 那这很感谢诸多的三星人士 促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记者黄润生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市疫情趋缓 未来要协助民众及企业度过难关 基隆市政府宣布了九大纾困方案 希望加速推动经济复苏 基隆疫情从三月份爆发至今 民众减少外出 业者配合政府防疫 随着基隆的疫情趋缓 市长刘昌宣布九项防疫出困方案 我们的劳工的部分 我们在争取一千名的安心上工的一个名额 所以安心即时上工计划 我们加码一千人 此外是因为这一段疫情期间 我们发现很多的 包括工以及私有的这些建筑 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缺工缺料非常严重 而且确诊或者是被居隔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也针对呢 我们就是一百年一月一号到一百一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所合发的这个执照 到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它的有效执照呢 自动展员一年 这是有关于建杂造展员工期的一个部分 我们室友房地出租的店铺 四到六月的租金减免百分之五十 另外是室友的房地店铺的租金 可以延期来缴纳 到今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呢 可以展期到年底 另外是公有的零售市场的摊位 四到六月的摊位的租金全免 此外是处餐的场馆 土地的一个租金 以及权利金有所减免 场馆它如果是暂停营业的 关闭期间的土地租金 以及权利金全免 那场馆持续经营者 土地的租金是一百一十一年四到六月 每月减少减收百分之五十 权利金呢就一百一十一年四到六月 与一百零八年同期营收减少比例的一半 来计算最高可以减收百分之三十五 那另外呢个案的租金或者权利金 可以缓增观光旅游部分针对团体旅游和自由行之旅客提供了住宿补 我们在这个团体的旅游的一个补助 所以旧团来基隆的话有团体旅游的一个补助 那从六月十号到这个七月三十一号 安排基隆一天及两天一夜的团体套装邮程的话 我们对于合法的旅行社 一天旅游补助的话旅行社是每个人有补助两百块 那六人成团不含司机跟领队 另外是如果安排的是两日游 也就是两天一夜的话 我们补助旅行社 这个每人五百元 那每团的一个上限是五十人 另外就是住宿来基隆也有补助 如果你是已经打满三剂的一个疫苗 并且当日快栽阴性的话 那自由行的一个旅客 入住我们本市的合法的旅馆 那这个每房型的人数呢 每人可以折抵 房费是五百元 透过防疫纾困方案 金融市政府希望在疫情趋缓之后 金融的民生和经济能够慢慢复苏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道 金融市政府希望在市民走 对金融市政府希望在市民地上 在市民地下宁 nine 券每个人区路里面 都遍了 金融市政府希望在市民地上 并且是真正兴访仅 样发展地走 都遍了 建立的 金融地上 祭 费比年 冬衍头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争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当您在看电视时发现电视有影像 但是却没有声音怎么办呢 首先请先检查电视机是否被设定在静音 或是音量被关至最低 若为静音状态则取消静音模式 或是将音量再往上调高 再来请检查电视机与数位机上和音源线是否松脱 如果是使用HDMI线请拔除再重新插上 如果是传统的AV线也请先拔除后再重新插上 并确认白色及红色插头是否松动 若您有另外安装其他外接式音箱 请先确认该设备的电源是否打开 若您所收拾的频道只有主声道 未有副声道 有可能只是不小心切换道而已 请利用遥控器按语言切换至主语即可 最后请重开数位机上和及电视机电源 确认是否恢复 如果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起来啊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啦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再等你来看 金融市著名的外幕山大五轮沙滩 开始出现了人潮 为了要维护细水民众的安全 6月15号起将有救生员进驻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协销处方面 也呼吁民众要遵守相关规则 开心享受防疫新生活 民众开心的在沙滩享受午后阳光 这也是金融市著名的外幕山大五轮沙滩 在近期金融疫情持续趋缓收敛下 细水人潮开始出现 为了维护细水民众安全 由金融市政府方面委托的救生员 将从6月15号正式进驻 一直到9月14号为止 在金融的外幕山的大五轮沙滩 一直是在金融一个很有魅力的沙滩 只要到了天气很热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细水的民众蛮多的 我们当然在每一年都会在细水 比较高峰的期间 我们都会配置救生员 我们希望能够维护整个细水游客的安全 那今年我们也在6月15号开始到9月14号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应该也是在沙滩上 这个细水的民众最多的时候 那我们会在平日的下午一点到晚上的7点 会配置这个救生员 那假日的时间因为人多 而且细水的人潮会提早到 所以我们会在早上的11点 到下午的7点 就晚上的7点 都会有救生员的配置 基隆市这方面也提醒细水民众 注意相关安全规范 在防疫的潜艇下 放心享受基隆的山海美景 那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游客来到这里细水 也做好这个自身的安全 我们有设置扶求的安全区域 那非在这个安全区域的地方 我们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往危险的地方去 另外因为现在也是在疫情的期间 当然这个疫情期间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休闲 那每个人都还是会去从事 所以我们也呼吁大家做好防疫的措施 那希望大家在这个细水之余 都不忘了自身的安全 欢迎回到中央新闻现场 端午节廉价 金融七堵重置街 路边电线杆上方的电箱 突然起火燃烧 波及道停在下方的休旅车 电杆车子瞬间起火 消防人员迅速将火势扑灭 幸好没有人受伤 变电箱起火的原因还有待调查 路旁的电线杆 电箱突然起火 噼里啪啦声响 浓烟直冲天际 火花还不断的掉落 停在下方的白色休旅车 受到波及 随即窜出火舌 消防车赶到现场 立即拉水线灌旧 电线杆上方猛烈火势 整辆车也烧成一团火球 经过骑士看了胆战心惊 纷纷避开 蒸头电箱拌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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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电箱拌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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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車組 然後到達現場看到那個一部車 應該是休旅車 白色休旅車已經起火燃燒 然後跟上面的那個 應該是電線桿那邊的那個 也在起火 經過我們消防局的火調科調查 是應該是由那個電線桿那邊的火花 然後低落 波及到下方的那個轎車 端午連假工程員太快新的電箱 好在車輛起火當下沒有人經過 但好端端的電箱怎麼會突然的起火 還有帶台電進一步釐清 記者黃紹明這種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松電台96.9 聯合直播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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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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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